晚上,王洪伟前回家中时被埋伏在四周的警员抓获 据了解,府顺市每年流失的电量折合人民币高达2000多万元 目前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已表示 今后将加大整体力度为国家挽回损失 这是辽宁台报道的 江苏省泰州市近日对全市36家歌舞厅进行了消防安全大检查 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一家合格 消防部门在检查中发现,这36家歌舞厅大多数没有按照规定 报消防部门进行审核 建筑耐火等级低,装饰装修大量采用毅然可燃和有毒材料 电器线路铺设不规范,并且严重超负荷运行 疏散通道也不通常,有的根本就没有疏散标志和疏散通道 大部分歌舞厅没有应急照明装置 这家名为八成天的歌舞厅,居地面25米高 而通向地面的唯一通道仅是一座每次载客10人左右的缆式升降电梯 消防人员说,这个通道根本不符合规定 一旦发生火灾,势必会造成群死群伤 由于八成天歌舞厅无法消除火灾隐患 消防部门决定令其关停 对于其他歌舞厅,消防部门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 如果逾期不改或拒绝整改将被关停 这是江苏台报道的 昨天以来,北京、天津等华北大部分地区和四川东部等地 先后出现了大雾天气 农雾使这些地区的交通运输受到了严重影响 由于能见度低,京津、京石等高速公路被关闭 北京、天津、西安等地的民航航班受到影响 截止记者发稿时,北京首都机场约40个航班 天津机场约30个航班被延误,滞留旅客数千人 据气象部门介绍,这场雾是由于这些地区空气湿度大,风力小 夜间和早晨温度低,使水气在禁地面层凝结而造成的 一季从后天起将有一股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我国东部地区 这一地区的雾也将相继消散 有关部门提醒广大出行人士注意交通安全 这是中央台和天津台报道的 新华社消息,针对近来商品展销会过多过烂,冒名侵权,管理混乱等问题 内贸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对各类商品展销会的规口管理 维护正常市场秩序,规范展销活动,提高半展水平 通知指出,要坚持合理收取半展费用,严禁高额收费和乱平底 举办各类商品展销会,必须经过商品流通主管部门批准 非商品流通部门和社团组织无权审批商品展销会 广西吴州市林业部门日前根据群众举报 一次查获了5000多只被非法捕捉的小鸟 目前这些小鸟已经被全部放归大自然 在这些鸟中有比较少见的黄腰柳丝鸟,红耳碑鸟等 吴州市林业部门在查获的第二天,就组织人员将这批小鸟 运往白云山风景区放飞 前来白云山的一些游客也参与了当天的放飞活动 这批棒小鸟,小鸟很可爱 老师姐,我们要爱慰一鸟 取了解,目前当地有关部门以组织人员 对这批非法捕捉贩卖鸟类的案件进行调查 这是广西台报道的 下面请您收看一组简讯 浙江台消息 我国期间最长的公路桥浙江温州大桥昨天合龙下通 这座大桥总投资11亿7900万元 大桥全长17000米 双索面斜拉桥的两座主塔的高度达到102米 深圳台消息 深圳市第一部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近日正式出台 并将从明年起在深圳市学校范围内实施 新出台的深圳市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包括现身教育 依法执教 爱岗敬业 团结协作等部分 本台消息 一项高科技防伪新技术 近日由贵州茅台酒厂成功地运用到产品包装上 从而最大限度地遏制了制甲犯甲行为 这种防伪标志具有不能仿制异于识别的特点 据专家介绍 这项防伪技术在世界上 被广泛用于保护护照身份证等方面 目前在我国上述首次采用 浙江台消息 目前正是寒冬季节 然而在著名的菊乡浙江黄岩 菊林却下 我希望你对此民众给您拥有名升 我可以让你 必须地匀